上回书说到军师徐茂公坐在中军大战着急 四弟程耀金昨天被生情活捉了 怎么样了 今天必须在两军疆场 从新月娥的嘴里打听四弟的消息 就在这时候 蓝琪小校来到中军大战报告 军事 现在红尼关的三千人马在营外列阵叫战 好 点兵三千 出营一战 三声炮响 徐茂公指挥大队人马撞出大营把阵势裂开了 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之后 新月娥跨下把掌中大刀在两军疆场耀武扬威叫战 对面兵将听真 哪个敢跟我撒马一战 徐茂公看了看旁边重战将 中尉将军 这个女将要来讨战 这个女将要来讨战 你们谁愿意出阵营敌打听打听 程四爷的消息 大锤将齐标齐国远高声含嚷 哎三哥我去杀他 因为瓦岗山重将当中 这齐标齐国远的能力是比较差的 像当初他在大阳山当响马的时候 拿假锤糊弄过往的行人跟卸任的官员 这回两军将长打仗 这假锤可不行了 所以使真锤要真使真锤 大锤将齐标齐国远的能力可就不成了 每次两军将长打仗 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就没派过大锤将齐标 这回红利官出了原女将 齐标心说 这女将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只不过挖了信马坑 害死了傻兄弟罗世信 两军将长打仗啊 他未必能胜得过我齐标齐国远 今天我得露一手打个漂亮的 哎三哥我得振钱去拿这原女将 兄弟 你可不能轻敌啊 你到疆场之上能胜则胜 如果取不了胜 你可千万不要恋战 只要从他嘴里打听出你程四哥的消息 你就算立了功了 行嘞三哥您就放心瞧好呗 就凭我这双锤能对付不了这小妞吗 来给我勒鼓住这 西卫兵将勒动催战鼓 齐标双搜一点 等邓科飞虎铲 催缩下马 长出一对冰铁亚游锤 直奔两军将场 哎小妞 你给我撒骂一大 西月娥一看这齐标 西月娥心说 怎么西北营的战将 都是拦的脑袋呀 跟这程耀金长得差不多 跨下一匹黑马 掌中一对冰铁亚游锤 西月娥用手点指 你给我通明报姓 嘿嘿小妞里 告诉你 西卫营大将 姓齐名标自国远 小妞儿 你是谁 红尼关 总兵 新闻里的包妹 我叫西月娥 嘿嘿 小妞儿 你也敢振钱啥地 我问你 你把我四哥 程耀金怎么样了 哦 匪首程耀金 是你四哥 告诉你 你四哥呀 在红尼关牢房里 等着你呢 小妞儿 你休得猖狂 看锤吧 呜 齐彪马往前一吹 双锤奔着西月娥 头顶着砸来了 西月娥稍微望里 裹凳 闪开齐彪一支锤 拿着刀杆 刷 就把另一支锤 给挂上了 西月娥是个女子 她两膀稍微一晃立 愣把齐彪这支锤 给按下去了 两人马往前冲着呢 跟着西月娥一撤着秀荣 打到刀 就奔着齐彪的尖头 砍来了 哎呦 齐彪先说糟了 她没敢力锤 望出磕刀 一低头刀 躲过这刀去了 两匹马就凑个凳 新月娥手底真快呀 推刀转线刀头 这刀过来了 瓦钢山众将 瞧得很清楚啊 哎呦 大家伙替齐彪揪心 再一看 新月娥这刀头是贬着的 如果要横着 齐彪就玩完了 新月娥这刀贬着过来 拿着刀背 往齐彪的右肩板上一拍 啪 下去 哎呦 下去下去呗 呱唧一声 齐彪还真听话 尤打马上掉下来了 捆 新月娥手下亲兵望上一拥 就把大锤匠齐彪摘盔卸甲脱战袍 妈肩头弄二背绑上了 大将礼报礼如归可及了 他跟齐彪是好朋友啊 两个人同在大阳山 吃喝住都在一起 礼报高声寒嚷 三哥也带我撒马一战 我捉这小妞 兄弟 你可要小心 哎 瞧我的呗 礼报催缩下马 掌中大枪直奔新月娥 我说小妞你是何人 告诉你 我叫新月娥 你给我通名报信 西北大将 礼报礼如归 你看枪吧 啪 大枪就奔着新月娥扎来了 新月娥是右手提刀 刀头朝下 一看礼报这枪扎过来了 他稍微一裹凳 把身子闪开 伸左手啪 就把礼报大枪的枪杆给攥住了 右手刀顺着刀杆往前一推 撒手 礼报不能不撒手啊 要不撒手手执就不要了 哎呦 撒手撒手呗 汤浪浪 大刀掉在地上 新月娥的刀真快呀 刀头立着刹 这刀就打在礼报的右肩头上 下去 哎呦 下去下去呗 礼报先说不下去玩完了 扑通一声 礼报也坠马了 几个女兵望上一扑 又把礼报摘盔卸甲脱战袍 妈肩头笼儿被绑上 压回大阵 西北兵将一看 这个女将怎么这么厉害呀 红尼关的兵将高声含嚷 好厉害呀 新小姐连亲二将 新月娥是得意洋洋 许茂公憋气呀 这一仗 不但没打听出 成师弟的消息 还把两个兄弟 给扔进红尼关了 许茂公刚要传领明进兽兵 金城高声含嚷 三哥爷 咱们就这么歇气了 带我撒马一战 兄弟 你可要小心了 金城催缩下马 直奔新月娥 新月娥一看 出来这一员战将 身高九尺 金盔金甲 胯下一匹白马 掌中三尖两刃刀 这一员战将 你给我通名报姓 嘿嘿 西北大将 信经名称 你是何人 红尼关总兵的包妹 新月娥 来 你跟笨小姐撒马一战 嘲 金城这口刀 往前一砍 立劈华山 就奔着新月娥来了 新月娥拿刀招架 金城马上搬刀头 现刀转 新月娥拿刀 望出一颗 二马一挫斗 金城打到进步撩阴刀 嘲 就奔着新月娥 泪下砍来了 新月娥马上 把刀一立 把金城这口刀磕出去 俩人二马盘缓 就杀在一处 瓦岗山重斩将 往两军江城 众目观桥 嘿 你还别说金城 到了瓦岗山之后 这口刀法 他倒长了 跟新月娥 两匹马走在一起 杀了四五个回合 这金城没办 新月娥心说 我这口刀 是一面刃 他这口刀 三间两刃 是两面刃 他可占着便宜呢 得了 我别跟他废事了 想到这 两匹马快碰面了 新月娥 把笑容大刀 交给左手 伸右手 有打镖囊里 瞪出一只镖 估计够胜尺寸 新月娥一抖手 看镖 嘲 这标就出去了 金城一看 这标件直奔自己面门 哎呦 赶紧摘等落马 扑通一声 掉在地上了 几个女兵 往上一扑 又把金城给生情活着了 金城的好朋友 牛盖 高声 高声寒嚷 哎呦 三哥 我得把我兄弟 给抢回来 他催缩下马 掌中 冰铁大棍 直奔 新月娥 新月娥 用袖容大刀一指 来将通明 你家西位大将军 牛盖 你就是新月娥吧 袖走看棍 牛盖举着冰铁大棍 奔着新月娥头顶就咋 新月娥一看这棍带风声 力量太大了 她左手抠住铁火梁 这叫人界马力 要少的用刀头 就接这冰铁大棍 嗯 牛盖心说成啊 这女将人界马力 我这姑娘砸下去 连你这马都砸趴下来 她使尽全身之力 妄想砸这棍 但是她砸着 她也动脑子呀 看新月娥拿这口 刀是真接还是假接 如果你真接我真杂 如果你假接 我马上撤棍就变招 说书迟真是快 这棍刀下来了 离着新月娥这口大刀 也就差韭菜叶这么薄了 你再变招可来不及了 牛盖心说 你真接 那我还不挣扎吗 刷 新月娥刀法太快了 就在这咱们眼的工夫 刷一立这刀 刀就斜了 这刀一斜 就把牛盖这棍的劲儿给卸了 刷 幸亏牛盖留着神了 不然的话 这一下就栽到马下了 新月娥 后手变前手 这口大刀直奔牛盖就扫来了 牛盖马上立棍望出 可 刀一声响 棍 碰在刀上了 新月娥终究是个女将 震得两膀发麻 虎口发烧 哎呦 刀朗朗 就把秀荣打到撒手了 手下的亲兵一个个提心吊胆 小姐 你可留神 这时候二马错凳 牛盖一看 新月娥手中没兵刃了 那她还不拿棍筹啊 棍带风声 奔着新月娥就抽来了 新月娥一低头躲过这冰铁大棍 西北兵将高声含嚷 好啊 牛盖将军打得好啊 抽他呀 扫他呀 牛盖心说 这个新月娥连勤我们瓦岗山四元战将 我一定把他生情活捉过来 好把四元战将换回来 想到这儿呢 他就把马忘回一圈 他可没想到 新月娥暗中在马掉头的时候 就在马上把自己的红棉套索拿出来了 这红棉套索三张六的容神 连各位打出去 估计得勾四张长 前边是用露金做的一套 牛盖万也没想到 新月娥这暗器使得这么好 说说持真实快 两个人要碰面了 牛盖呢 是一心要活捉新月娥 突然间插 眼前一片红云 可把牛盖吓坏了 新月娥这套锁抖出来插 正好把牛盖紧紧的套住 双膀就为法动回了 新月娥往前一催马 下来 一旦这绳子呱唧一声 就把牛盖油打马上拉下来了 新月娥这些女兵往前一拥 把牛盖捆好了 把红棉套锁摘下来 递给新小姐 哇 刚身重栈将一看 这个女将怎么这么厉害呀 性灯极了 三哥 您看见没有 这个女子的飞刀金镖套锁 样样使得都好 看起来她是观世暗器 咱们不留神就得吃亏 我看今天这仗别打了 咱们回去之后 得想一个特殊的办法 把这女将生情活捉 才能救回众位哥哥兄弟呀 好吧 徐茂公没有办法 只好传下命令来呀 收兵回营 大队人马 收兵回到营中 新月娥呢 这一阵连勤瓦岗山四元战将 高高兴兴回到了红尼关 新月娥传下命令 把齐镖礼豹 金城牛盖 还有他们的马匹军人 一同押进关中 把这四个人就掐尖入狱 放在承咬金同一个牢中 新月娥 刚刚摘盔蟹甲换成便服 坐着休息 丫鬟进来了 小姐 总兵爷请您过去一趟 好吧 我这就去 新月娥赶紧站起身形 来到哥哥住的院子 进了屋 给哥哥嫂子行了礼 哥哥您找我有事吗 妹妹呀 听说今天 你又出战了 这一仗打得如何 哥哥 只要我有三寸气在 这红尼关万无一失 你就放心吧 我呀 今天两军疆场 捉住了瓦岗山四元大将 好啊 你一阵捉住四元大将 没错 哥哥 有我呀 你就放心吧 可是妹妹呀 虽说你老打上仗 哥哥我也不放心呢 这帮响马 坏主意太多 哥哥我两次中计 现在落得双绑残废 妹妹 你可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 哥哥 我要不是三尺顽童 要不是糊涂傻子 我怎么能轻易上当呢 你呀 放心吧 我可回去歇着了 西月娥告别哥哥嫂子 回归自己的秀房 安歇用饭 咱们放下暂且不表 再说 红尼关的兵将 就把齐标礼报 金城牛盖 送到大牢了 这几个人往里边一看 嘿 这事可新鲜啊 程咬金坐在一张八仙桌子后边 手铐都没带 桌子上摆着好酒好菜 周围围着几十号人 这程咬金在这聊上了 四元战将往前走 嘿 程四哥 您这开聊呢 你瞧 倒什么乱呢 我这正聊二节黄杠 骂老小的杨林 哎 我说你们哥四哥怎么也来了 嘿嘿 没办法 背货糟勤 哥四哥就把两军将场的事情 跟程咬金说了 哎 没关系 没关系 跟四哥我一块待着 瞧见没有 有吃有喝 嘿 新月娥大姑带咱们 甭提多好了 这哥几个瞧着程咬金 心说我们这程四哥 指不定拿什么瞎话 蒙住这新月娥了呢 程咬金多机灵 一看这哥四哥一愣神 赶紧把话递过去了 哎 你们哥四哥坐下坐下 我告诉你们 我这皇上不当 不是就为我妹妹吗 我要回家聘我妹妹去 没想到我陪着你们攻打五官 现在备火糟勤 新月娥一听黑 就拿我当上宾对待 看见没有 有酒有肉 咱们就阻止开了 哦 这哥四哥一听明白了 心说成四哥 您什么时候出了一妹妹啊 得了 捧着他那说吧 哎呦 四哥也 您这手足之情啊 普天下都找不着 就您这一份 哎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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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来来 坐着坐着 哎 我说哥们 这几位是我磕头的马兄弟 啊 贾家楼磕的头 他 大腿降齐标 这个 大腔降礼包 这个 金长 这个牛盖 哎 周围 关照关照 把他们手铐去掉 这老头啊 还真听程咬金的 就过来 把这四个人手铐去了 这哥四个望着一坐 跟着程咬金是一块吃一块聊 四个人心说成的也确实有两下子 齐标礼包 金城牛盖 也在大牢里跟程咬金一块吃一块喝一块聊 他们知道踏实了 咱们输回头再说军事许茂公 回到帐中是闷闷不冷 程咬金被擒 也不知道是死还是活 难道说程咬金这些傻了吗 不会呀 程咬金真没把这条计策办好吗 没想到 又被新月娥捉取我手下四位兄弟呀 这仗是太难打了 正在这时候 连龙一条 汤汤汤走进几十个兄弟 头一个就是赤法灵官善雄心 第二个是叛命三郎王伯党 第三个是神社将军信登 第四个就是大刀王军客 驱土兴驱土盖这些人 在后边跟着 众位兄弟 你们是不是也替三哥我发愁啊 三哥 我们能不着急吗 一个女将 把咱们瓦岗山重弟兄打得漏花流水 不成 明天我们全都上 三哥爷 您就得派我们五虎上将 好吧 明天必须在两军将场获胜 不能败在一员女将之首 第二天 西卫营 徐茂公传下命令 点起五千大兵 带着众弟兄杀出大营 直奔红尼关 离红尼关不远了 新月娥也指挥兵将 优打红尼关杀出来了 两斤人马把阵势列圆了 新月娥催缩下马 掌中大刀 在两军将场 耀武扬威叫战 徐茂公刚要排架 驱土星驱土盖 就跟徐茂公说 三哥爷 我们哥俩一块上 他不会暗器吗 我们俩一个前头一个后头 让他暗器打不出来 好嘞 你们哥俩要多加小心 驱土星驱土盖 催坐下马 直奔两军将场 新月娥一看 今天出来俩 俩大一个 西月娥用刀一指 你们两个人 给我通名报姓 新月娥 我是西威大将驱土星 修走砍刀 这大刀就过来了 新月娥 合刀望出招架 然后一分手 啪 拿这秀荣大刀 就把驱土星 这口大刀压住了 往前一推刀 驱土星 立刀望出一崩 两个人二马一挫到 新月娥 搬刀头 线刀转 刀头立着 啪 一下就打在驱土星的 后背之上 这驱土星是真听话呀 呱唧一声 尤打马上就下来了 驱土盖 马往前一撞 抖枪 炸 这枪尖直奔 新月娥 新月娥 这口秀荣大刀 比这驱土盖的枪还快 没容他枪到 左手一拉 左肩上一个绸子条 刹 柳叶尖刀 直奔 驱土盖的面门 哎呦 为躲这刀 驱土盖 呱唧一声 也由他马上掉下来了 新月娥 手下的亲兵 望生一拥 把这哥俩 生情活捉了 徐茂公一看 心说 糟了 到底徐茂公 这仗如何打 咱们下回再说 来吧 混血 想 山 天